今天和大波来挖鸽根 每天的话挖一点 然后挖了一两百斤了之后 就开始制作鸽根粉 这是在一条废弃的公路旁边这里 这里鸽根是非常的多 像这些都是黄鸽 都是野生的 挖鸽根就要找这种斜坡来挖 这样挖的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说你在这样的平地方来挖的话 那工程量就比较大了 而且这种土质也好挖一点 这么样 这边鸽根不是很粗啊 和大波轮牛啊 嗯 这样就不会很累 一般的时候制作鸽根粉啊 都是用野生的黄鸽紫鸽 还有一种清格 我跟我 我都看着 这口皮了哦 哇这边吗 你要痛… 容易挂 牙籽 要裂丢 小 terminar 你知道不死 天空 要走 匿名 火候的肉 他正常用楊凋蛙 不是很壮啊 因为它藤质这么粗 以前我们这边吃不饱饭的时候 就是用它来制作葛根粉 然后的话放在锅里面煎 当着八八煎 就是锅瓷吧 那是以前吃不饱饭了 现在的话这种都是稀罕物了 现在下雨了 要不然回去吧 这种是黄鸽 黄鸽的话一般来说 做葛根粉是最多的用的鸽 不过这种野生鸽 和人工种植那种改良杂交的品种 比较起来 它这种出粉率比较低一点 结果呢它就不要它大部分 只要有这么大的比较稍微大一点点 只要它装 装出粉率就高些 它不装的加拿着水根 斗根 那它就不够发的 那就 大伯他说出粉率高不高啊 不在于葛根有多大 而是在于葛根 他就说壮不壮 他说壮的话 里面一切开啊 都能够 都是白白看起来 都能够 感觉的是有粉 大伯每一年都可以制作葛根粉 他说这种的话 出粉率就可以 但是这个 虽然说看起来粗一点 但是还没什么粉 为什么这个没有看起来 这个它就可以了 它是因为它是把 把这个都给它这个 然后一粒的淀粉 它就香到高 它就香到会 我说回去了 大伯还说挖一顶 算了 转给转给了 裸鱼里算了 但衣服全部都死成了 一下雨了 我们这边降温的非常的快 衣服弄湿了很冷 这些都是隔壇 皱了嘛 越露越大了 皱了皱了 这啥白看啊 你哈 非要再挖一根 今天挖的都比较小 我说走了 大波还要挖一根 嗯 还可以啊 这种 下次天气好再来挖 要不然这样的天气凝湿了 很容易感冒 蓝瓜 折起吗 错错错 嗯 这南瓜 可以说是野生的啊 呵呵 没人种 也没人什么 都应该都是鸟啊 呃 带过来的 天气好的话 和大波一天挖个四五十斤啊 运气好应该可以 今天差不多就挖了七八斤吧 在大波家里避下雨 越下越大了这雨 哇 这只小猫是越看越可爱了 小黄 小黄个子还蛮高的哦 我回 哎呦来佛 来佛你先去欢迎大波 水分都扯干了 金子今天又变下色了 这种 我进山的时候 如果说带粗粗了 挖这种就直接是生吃的 伯伯你家的生气面 他都会生气啊 在这儿 还早三年 哪都会意味着他不对 这么去 哎那两只家伙 今天去哪里了 不会还在睡 哇果不然 大白天的你们躲在里面睡觉 好好好不打扰你们啊 可能下午还会下雨 现在就蒸一点 蒸是我们这边最常用的吃法 就是放在这上面 然后下面烧火蒸熟 如果说我也带厨头上山的话 一般挖来在小溪边把它洗干净啊 就是值得这样吃 里面就是吃起来啊 感觉到有一点淀粉 嗯 蒸熟的吃 好吃一点啊 那种淀粉的话 就明显的能感觉出来 把它在嚼的过程中 就能释放出来 在店里不够酷哦 那这的生云是酷啊 这个还可以 这个咱们多 你们多啊 嗯 大部分说这个淀粉还算是多的 然后的话叫出来的渣渣的话就把它吐出来 呃叫的话就吃里面的那那一点淀粉 但是这种吃不饱 我生点饭随着有点酷 点个酷 来BB火烧茶 我那点BB气啊 嗯我们明天 这个咱们 快吃点咱们BB火烧 这呢差不多有 将近一个小时了啊 嗯 已经都熟了 真熟的 我多熟吃的哦 嗯 我尝尝看 酥里面 不是 有点烫 所以放到碗里面把它放来了再吃 嗯 哇 哇 粉粉的 你又哭不呀 看 屁股 颠那个颠尾 嗯 看这种 淀粉的感觉 这样肉眼的可以看得到 这种是黄格 嗯 叫的口里面的话 我感觉到粉粉的 这种的话我就喜欢当着口里叫 好像叫口香糖一样 我们这边以前吃不饱饭 都是拿这种隔挖过来 有放火焊烧的 有蒸的 有吃生的 最多的就是把它做成隔根粉 嗯 然后的话就做成隔根粉瓷巴 就像吉日上买赶集买的那种啊 这么一坨有一斤 他们卖的贵的 卖15块钱一坨 20的一坨的 卖的便宜的 你七八块钱一坨的 那个不是隔根粉 他说是隔根粉 其实就是面粉 里面应该就餐了一点点 那我我之前买回来 就是放在锅里面 就像煎八般一样 把它煎熟了 就是面粉 就真的隔根粉的话 不可能那么便宜 特别是这种野生的隔 然后里面的渣的话又吐吐了 在中间吃饱是吃不饱 哦 这种要吃饱是吃不饱 你咱都乱得起着过来 嗯 只是说吃的口里的话 如果饿了啊 这样酱起来有一点点淀粉啊 这样咽下去的话 感觉到能吃一点饿 嘴巴在不停的吃 你看这这吃的 这吃的都压好多淀粉 嘴巴沾的都是淀粉 这点这好鸡鸡 真鸡鸡鸡 那白点点淀粉了 嗯 这三点点都会酷啊 哼 身体又来嚼 咱在这后一个话 咱 好 咱 转一下 这一口的话也吃进去一点点电粉 在嚼的过程中 电粉就把它嚼出来了 很多朋友都说我这是香檐卖生活 但这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 现在备有四点钟了 呃 那现在弄晚饭 今天的食材有豆干 青红椒 猪肉 姜蒜 以及野外摘来的一个小南瓜 南瓜 咱们 这个木锤是杂木树的木锤 呃 所以制作鸽根粉的话非常的费力气 起锅 都焖了有十多分钟了 咪咪 咪咪 上来 快点 快点上来 你看你这个样子凶神恶煞的 我欠你的啊咪咪 没事就在上面玩不要下去 ok了 个死 冬天我们这边吃饭的话 那就是纯粹下面要烧着火吃 呃 要不然这样吃着吃着 特别是吹酒啊 菜都冷了 咪咪 很多朋友都问我 他说 呃 怎么烤房还没开始建 后天林业局的工作人员 呃 上来 然后 核实 核实了 他们签字了之后 啊 才能开始动工 呃 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已经签字了啊 那 政策都已经办下来了 嗯 薰拉肉的话要到 冬至左右 我们这边 呃 为什么到那个时候呢 因为只于到那个时候 熏出来的纳粹才正宗 因为温度必须要那么低 在整个腌制的过程中 熏制的过程中 温度都要达标 如果现在熏的话 温度太高了 纳粹熏不好 这个难怪还可以 到时候熏纳粹的话 我们会熏两批 一批的话就是 呃 走群窜户去收集那些龙家散养的 呃 因为养的都是大部分都是那种黑猪嘛 就比较 肥肉比较多一点 第二种的话就是 养那种饲料猪 饲料猪现在都是瘦肉猪 就是那种白猪嘛 刚才老鹰又到这里 这是鸡 受尽后的叫声 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 咪咪 哇你神速你从哪边过来 你越来越会超近到了 展开 突然换种猫粮 还不怎么喜欢吃了 这个黑牛每天晚上也吃不完的昆虫啊 它不怎么吃猫粮 感觉黑牛的生长速度很快啊 天黑了 天黑了 鸡又是一个晚上的雨 一受到惊吓 全部都到狗这里来了 这些鸡还是挺聪明啊 老鹰来了 他们都不发出警告的 这点让我很生气 你是不指望了 就这么一点鸡全部在这里了 看一下今天也没铲蛋 他的16只还有几只啊 3 6 9 10 12 哇你少了4只孩子啊 看他今天没铲蛋 今天没铲蛋 你们平时就在狗窝这里玩 怎么会有危险呢 你看你们那几只大哥 微风凝凝的 这老鹰真的是很难防啊 刚才我在那上面看到老鹰直扑下来 不知道有没有扑到啊 然后等我赶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现 鸡毛也没看到有钓的有 我正要把他罩住了 老鹰基本上是发现不了啊 因为视线阻隔的原因 这些鸡口真够笨的 这些鸡口真够笨的 明知道山里面有危险 还要全部往山里面去 如果说最后剩一只鸡的话 我想剩下的应该就17 17基本上要不再鸡我旁边 要不再狗我旁边 这段时间它基本上在狗我旁边 小白 小白你出来 你看他眼睛是蓝色的 下来 要走就快一点 你这慢吞吞的 以后我去哪里跟顺三 你也跟着好不好 不好 这个秘密真的是比狗的还粘人 哇好胖 这个黑牛不怎么粘人 来黑牛过来 他一般叫不动 哎有点不正常啊 今天晚上 怎么都不济浓啊 天都黑了 每次这个时候早都济浓了 你看 你看 他们都要在树上面 睡了 天都黑了 也不愿意进龙什么情况 你看这有一只鸡 那今天情况不对啊 哇 连十七都在这里 感觉很不对劲啊 你们看这里 这里就是五只鸡 十七和那只小公鸡 下面还有三只 这在悬崖上面啊 这是一个伸出去的一个小树 都不济浓了 今天什么情况 我刚才把他们赶下去 他们又上去了 而且这上面还上来了好几只 在这里一排 那什么情况 我这你 那今天真的奇怪了 小黑什么情况小黑 来扶你知道吗 完蛋了 你看这到处都是鸡 还在那里面 哇 今天晚上到底啥情况呀 还听到那里面有鸡叫 除了带十二只小鸡 那只母鸡进鸡笼了 其他的大大小小 没有一只鸡在鸡笼里面 全部在树上面去了 连十七都上树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突然间就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晚上的时候 你能看到那些鸡 非常的躁动不安 都围在狗窝旁边 围在狗旁边 哪里都不敢去 那几只小狗的话 平常那个时候 基本上全部出去了 但是今天他们也 全部躺在我的大门口 没有一只叫的 全部现在还躺在那里 围的毛骨悚然的 突然出现这种怪现象 你们能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吗 这种情况明天会不会恢复 好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有知道的朋友帮我分享出来 明天见